大家知道刑罚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犯罪 一个是刑罚 犯罪是前提 刑罚是后果 只是在我们长期的教学过程中 刑罚论很少引起同学们的关注 但是其实大家想一想 对犯罪分子而言 是定性更重要 还是刑罚更重要 肯定是刑罚更重要 我们在法庭上争来争去 这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 这是强奸还是猥亵 你真的不予乐乎 当时人都听懵了 律师说得好好 但是我关心的是 判多少年 最后 我成功地把故意杀人 变成了故意伤害 本来按故意杀人判十年 按故意伤害判无期 大家觉得我是变赢了还是变输了 明显是输了嘛 对吧 所以这里面各位就要注意 其实刑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刑罚是一种最严厉的惩罚措施 正是因为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措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刑罚具有补充性 具有最后性 不到万不得已 不应该轻易使用 当关于刑罚有一个基本的 法则学的问题 大家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刑罚 为什么要有pulishment 是因为你已经放下的罪 还是为了将来没有罪 你偷东西 我要惩罚你 是因为你偷了东西 我要惩罚你 还是为了将来天下无贼 我要惩罚你 各位觉得呢 就是你的思维 是因为已然之罪 要对人进行惩罚 这是像后看的一种思维 还是为了将来没有犯罪 而去惩罚犯罪 这是一种前瞻性的思维 是向前看 那大家是向后看 还是向前看 是回溯性 还是前瞻性 各位觉得呢 我这个人立场没有那么鲜明 我从来都是瞻前 顾后 为什么只朝前看 不往后看呢 你得往后看一看啊 但是你也不能只往后看 不往前看啊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没有 所以这是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 为什么要有犯罪 就像昨天出现了一个案件 一个人把一个十岁的小姑娘 强暴致死 性质极其恶劣 人们在讨论 这哥们要不要判死刑 但你认为要判死刑 为什么 是因为他性质恶劣要判死刑 还是为了威慑将来的犯罪分子 不至于挺而走险 而要判死刑 哪个更重要 是瞻前更重要 还是顾后更重要 大家觉得呢 这是从古希腊以来 一直的两种哲学争论 一种是因为有了犯罪 所以需要刑法 一种是为了没有犯罪 所有需要刑法 各位觉得哪个更重要 为了没有 还是因为有了 但如果觉得你是小孩 你会惨哪一种 一只狗咬了你 要不要打死它 为什么打死它 同学说 老师 它是只狗 又没学过法 对吧 你为什么打死它呢 它已经咬了你嘛 错误已经出现了嘛 你为什么不能爱这只小狗呢 你为什么不能够把它教育好呢 以后不咬人就好了 乖宝宝 不咬了 不咬了 你还是个孩子嘛 但是我们朴书的情感是 它咬了人 必须干嘛 必须要受教训 对吧 我们小朋友都知道 小朋友被桌子磕了 小朋友会说什么 坏桌子 打桌子 这是人类的朴素情感 但是人类的朴素情感 一定是有合理成分的 虽然这种朴素的情感 它太粗框 太粗糙 但你不能认为 这种朴素情感毫无意义 向后看 代表着感性 向前看 代表着理性 但是刑罚 既要有理性 也要有什么 也要有感性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这是一种 向后看 因为你把别人眼睛戳下了 老子要戳你一只眼 你把别人牙打掉了 我要拔你一只牙 你说我没牙呢 那有等价呀 对吧 杀人要干嘛 因为这叫啥 天津 代表着刑罚的感性基础 它是一种报应主义 但是刑罚还有理性的追求 它要为了遏制犯罪 这种理性的追求 是向前看的 也就是所谓的刑罚的预防 我们既要实施一般预防 威慑在座的每一个同学 不至于再实施犯罪 在座的同学是不是一般预防的对象 是 我们每个人都是 杀鸡给后看 但是还有一种叫特殊预防 叫剥夺犯罪人的再犯能力 这些价值都非常的重要 有同学马上就会问 他说老师 那你觉得哪个价值更重要 是向后看更重要 还是向前看更重要 如果硬要区分 哪个更重要 有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杀人狂魔 杀了五十多个人 每天一个人 安地人心惶惶 民导气坏了 说三个月内一定要给我破案 结果明天 就是三个月的截止 公安人员没有一点线索 甚至都不知道 这到底是人杀的还是鬼杀的 大家觉得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能不能到死囚犯中 随便找一个人 说你长得那么特别 要不这个黑锅 就你来背 你说凭什么呀 我说别这么轻易拒绝 我们聊一聊 对吧 你看你为什么想杀人 你不就想出名吗 我们明天让你出名 我们联系了B站 一个很大的up主 专门给你做一期节目怎么样 或者我们跟CCTV也联系了一下 要不让你露个脸 听说你儿子今年高考 成绩还不错 离重点线就差三百分 我们和北京大学商量了一下 你看北大怎么样 还行吧 要不读法学院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 我们跟哈佛大学也有交情 哈冰服学院 也招了 听说你老婆没工作 你看前几天 某地的副市长刚刚被抓 你看你老婆愿不愿赢 大家觉得 如果你是这个死囚犯 你答不答应 我想不出你有拒绝的理由 如果你拒绝我们 还可以再谈 对吧 所以第二天 痛哭流涕 你说我是个人渣 我真的是个人渣 主持人不断地问你 后悔吗 你后悔吗 我说真的特别后悔 我后悔的肠子都轻了 对吧 最后我做了一期这样的节目 他终于后悔了 大家觉得这个威慑作用大不大 很大呀 警告了在座的每一个人 不要停啊 走前 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我们说哪天抓到他 就哪天抓到他 当然大家觉得这公不公平 为什么不公平 虽然他反正是个死刑犯了 反正不就废物利用吗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不对啊 为什么不对 因为这根本没犯过这个罪 没犯过这个罪 你让他背黑国是错误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注意 报应和预防 哪个始终是第一位的 报应 报应永远是第一位的 无论能够达到多么美好的目标 无罪不乏都是一个底线 如果你认为可以达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我就可以随便让一个人背黑锅 那整个人类的正义基础 就会荡然无存 所以刑罚的根基是报应 这是刑罚的根基 但是刑罚也不能太过于感性 它也得有理性 所以刑罚的目的 就是我为什么要刑罚 为了去干什么 还有预防 一个是预班预防 一个是特殊预防 一般预防 威慑在座的每一个人 不止停而止 特殊预防 剥夺犯罪人自己的在犯的目的 这种一般预防 即包括消极的一般预防 消极的一般预防 就是杀鸡给后看 还有积极的一般预防 每一次对犯罪的处罚 都让我们更加的认同法律的观念 我们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尊重法律 是这意思吗 积极的特殊预防 跟消极的特殊预防也是一样 消极的特殊预防 他杀了人 老子把他给杀了 那他就不可能再为祸人间了吧 他有积极的特殊预防 他犯罪了 把他关起来 对他进行教育改造 出来之后就成为一个什么呀 守法公民 是这意思吧 所以他两者是要结合在一起 各位就会发现 几乎所有的刑罚制度 都体现了这两种哲学的张力 所以大家在理解任何一种刑罚制度 你要注意他背后的两种张力 一个是向前 一个是向后 总之是张前 一个性犯罪人 实施性侵 但是 他在被抓的当天 出车祸了 没有性能力了 他不可能再为祸人间了嘛 大家觉得还要他坐牢吗 为什么要啊 他说我已经不会再祸害人了 我保证以后天天好好学习 大家觉得合适吗 不合适 因为他违背了人类朴素的正义情感 理解我的意思没有 感谢观看